副总统赖清德日前参加宏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 曾经与我国友邦贝里斯的总理布里仙扭举行双边会台 两人面对面禁止离接触 不过现在传出布里仙扭确诊消息 对此总统府表示赖清德在昨天3号的最新检测结果为阴性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而针对外界所关心赖副总统的健康状况 辅方也表示他率谈出访期间 都有按照防疫官的指引采取防疫措施 特使团的团员出访期间每天快筛都是阴性 全团返台之前在宏都拉斯美国旧金山 以及返底桃源机场时进行的PCR裁检也都是阴性 目前赖副总统的健康状况良好 身体没有不适的状况出现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